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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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妙果寺的净土院 今天正式开始学习 我们这个学习帮 也是大众化普及的学习帮 同时也是净土专宗的学习帮 所以我们学习的课程 主要就是净土宗的五经一论 就是把最原本的佛陀的净土思想 净土法门来学习 那我们计划是按照三年把它学习完 每个星期学习一次 一年当十个月 一个月四个星期 所以一年要学四十节课 那三年是一百二十节 顺序是按照 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经 无量寿佛经 普贤 行愿品 大师智菩萨 涅佛原通章 和往生论 这个顺序来学 第一年 第一年我们是学 阿弥陀经 和观无量寿佛经 第二年是无量寿佛经 第三年是 普贤行愿品 和原通章和往生论 按照这个顺序来学习 大家手头上应该有一个法本 今天这个法本呢 就把这五经一论 都在里面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 每天有空就念阿弥陀佛 在念佛之外 那这个五经一论的这个法本 按照日课要求去读 你能读一部经 就每天订一本经 阿弥陀经也可以 能读两本 能够这五经一论 一天读下来 每天读也可以 就根据自己的时间 其中选一二三四五 选下来以后 每天按日课去读书 读这个经书 这样呢 我们一边学 一边修 就把这个佛陀 专门针对我们 末法时期众生 所开的 这特别的净土门 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受用 这个佛讲法 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受用 我们边学边做 边提升自己 这是学习净土法门的 一个重要的要求 照理说呢 净土法门是异行道 就是大家知道 愿求生净土 相信阿弥陀佛 有空就念佛 念到老 念到死 念到往生 直接念到成佛 最简单了 也不用 学那么多 背那么多 但是我们仿佛疑心重 你信不真 愿不切 所以修行起来容易呢 这个有气无力 不死不活的 也不进步 习气毛病也改不掉 所以我们需要多学 等学懂了 这是我们再去修 就是非常的踏实了 所以我们学习的目的 是要起信 是要理解佛的本怀 明白了佛的本怀 度众生的本怀 我们就根据佛的教导 边学边修 这样教学相长 才是最放心 最稳妥的一种做法 那么我们今天 就从第一步开始学 第一步 这个阿弥陀经 我们计划是要 分二十个课时 把它学完 今天就是第一课 叫五重悬意 因为按照天台中的 教学的方式 对一部经典的理解 用五重悬意 把整部经典的思想 新做一个 刚要性的掌握 因为经书呢 有长有短 比如 金刚经 就不是很长 新经呢 才两百六十八个字 那这个阿弥陀经 就相对又长一点 如果是无量寿经 是仁印经 法华经 乃至华严经 有八十卷的 还有大波勒经 六百卷的 这么大的经典 它的精神要义 归纳起来 也不是特别多 这是智者大师 告诉我们 理解佛法的一种方式 从五个角度 来掌握 这部经典的大概 这五个角度 就叫做五重悬意 佛说阿弥陀经 它的五重悬意 从实名开始 认识它的名称 解释 这个经名 到底是 蕴含了哪些道理 这部经典 是以能说所说人 为名 智者大师说 佛讲的所有经典 有七种立体 由以人民立明 由以法立明 由以辟语来立明 由以人法御 三者同时立明 也由以人法 人御法御 这样加起来 就七种 这有当仁 当法 当御 人法御 有重复的 还有人法御 三者都有的 那 佛说阿弥陀经 就是 当以人立明 这个人 是两种 一个 是 前面的这个 佛说 阿弥陀经的 佛说 是指 辞土 能说的教主 也就是本师 释迦牟尼佛 因为释迦牟尼佛 开启了 我们这个世界的 佛法 他在 阅读明星悟道之后 三探奇灾 知道一切众生 都有如来的 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 执着 不能证得 就是 佛教跟其他 任何宗教 不同的地方 认为一切众生的 本质 佛性 平等无二 所以佛对一切众生 达到了最尊重的地步 不杀生 还有放生 还有吃树 都是为了 尊重众生的生命 因为众生 都是未来的佛 所以佛教独特的 佛是悟道的 那么净土法门 也是 本师释迦牟尼佛 介绍给我们的 所以是 佛说 阿弥陀经 这是本土的教主 那么阿弥陀 是 彼徒的教主 说呢 是指 应时说法 令众生得度 那佛所说法 都是随时应机 应财 施教 这佛所说法 没有空话 没有虚话 没有假话 这是 如于者 实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佛所说的话 都是恰到好处 该说的时候 他会说 不该说的时候 他一个字都不会多说 这是佛 所说的意思 那么众生 根气成熟了 因缘具足了 佛就来说了 因缘不具足呢 也就不勉强说 这是看因缘而定 那佛能够看到 众生的根气和因缘 我们仿佛有时候 我们仿佛有时候看不见 佛所说的法是 即时能说 不多不少 而且他所说的法 都是初上 中上 后上 初上就是 说法之前 大家是以颗 上的心 上的因缘 他发的心 也是上的 是慈悲的 中上呢 正在说的时候 大家得到受益 后上呢 说完之后 别人还在受益 所以我们现在 虽然释迦佛 缘吉已经 两千五百多年 但是 我们大家还在 接受 佛陀的 慈悲的教诲 所以 初上 中上 后上 就是即时说 那阿弥陀 就是 所说 彼土之导师 就是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介绍 彼土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此土 就是我们的 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 是此土 是以我们大家 每一个 仿佛的 众生 我们大家 能感受到的 是在生老病死 忧悲苦恼的 这个环境中生存 我们重生到死 都在接受着 各种各样的 贪嗔 吃 慢 疑 根本烦恼 还有一些邪见 恶见 这个知见上的错误 行为上的错误 导致了 我们身心受累 身心都苦 这叫娑婆世界 是 雌土 也是 康忍世界 就是你必须要忍耐着 你不忍也得忍 没办法 你老了 你也得忍 到死亡的时候 你不想死 你也得忍着 也得死 这个亲人要离开了 你也得忍着 他也就得离开 所以世间有何必有分 有据必有上 有生必有死 这是世间之苦 而西方极乐世界 彼土 就没有这个苦 所以彼土的导师 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凡语 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 那么方译 我们汉文 意思就是 无量寿 亦叫无量光 无量寿 就是寿命无量 突破 时间的束缚 我们大家都怕自己 变得太老 如果年轻人 二三十岁 都很开心 四十岁了 就开始觉得自己老了 如果是四十岁 说你五十岁 心里就很难过 说你长得像二十岁一样 你就很开心 所以我们受时间限制 束缚太多 而无量寿 不受时间限制 这时间上不受限制 无量光 是智慧无量 是不受空间限制 光明是需要空间的 寿命是时间 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 时间和空间都有误会 所以时空是我们的错觉 而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世界 他的时空没有错觉 寿命无量 也是福的福德缘 所以一个人有福有德 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安心 时间上不是问题 有福之人 年轻的时候他能安心 老了以后 老有所养 老有所踪 也是很安心 不受时间限制 有智慧的人 无论到哪里 他也不会忧愁 不会烦恼 所以不受空间限制 而阿弥陀佛 就是福德无量 智慧无量 所以阿弥陀佛 十方三世佛 阿弥陀第一 阿弥陀佛 这阿弥陀三个字 就蕴含了 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要给我们介绍 净土法门这么殊胜 要我们一心念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 这三个字 它就包含了 所有佛的功德 我们每天拜佛 手摊开一个八字形 头靠在中间 头面接着力 就是接佛的福德 和接佛的智慧 福德具足是 右手要接过来 智慧具足 就是左手要接过来 所以拜下去的时候 手要这样卷回来 把它接过来 用全心全意的去拜 所以拜一切佛 都是为了福德具足 智慧具足 而阿弥陀佛 这个名称 就包含了福德具足 智慧具足 所以人生只有这两样 才是圆满的 有福之人 却没有智慧 经常干蠢事 做坏事 这个福德反而损害了他 有智慧的人 要是没有福报呢 头脑很清醒 但是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这个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只有福德具足 智慧具足 才是真正的圆满具足 佛是两着尊 就是福德智慧 这个经 佛说阿弥陀间的经 经则一切经口所宣 通明为经 就是圣人披下之言 经就是利签结而不义 圣人之言 换句话说 宇宙的真理叫经典之谈 不义的真理 不改变的 泛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才叫经 那么佛所说的一切教法 至少我们这两千六百年来 到今天看来 还是没有谁能够改变得了 他的性质 他的内行 其实不只是两千六百年 就是百千万一节以后 这个道理还是这个道理 这就叫真理 不会改变的 这是真理 所以叫佛教里面的经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就是 依人利明 以阿弥陀佛的这个名称 经典是不改的意思 那么佛说阿弥陀经 就是包含了 持土的释迦牟尼佛 和彼土的阿弥陀佛 这两尊佛陀 到底有什么内行 这部经典是要告诉我们 到底阿弥陀佛有什么内行 有什么好处 所以经典的名称 就把经典的内容 表现出来了 就像一个人的脸 你一看到这个脸 就知道这个人 过得幸福不幸福 过得好不好 这个经体呢 也有这个点题之作 把这个经典的内容 放在题上 点示出来 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经典的名称的意思 第二点呢 是遍体 体就是本体 就是内在的本质 那这个有些人 是有名而无实 有些人呢 有实而无名 那佛所讲的一切法 都要名时相符 名是精明 而内在的体 是他的实体 有些人你看表面上 看不出来的 所以看他这个人 这个五大三出的 人高马大的 满面宏观的 你就以为他身体很好 也许呢 他是虚胖 他是挑东西 也挑不动 是假的 他自己知道 别人不知道 说你身体好不好啊 看上去好像好 有些人就不好 但是也有一些人 看上去好呢 他就是好 所以明白了 这个外在的名称以后 还要知道 他内在的本体是什么 那么我们这部 佛说阿弥陀经 他的本体啊 偶尔大师告诉我们 诸大成经 皆以实相为正体 实相 什么是实相 就是宇宙的实相 人生的真理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说 就是真相 生命的真相 到底在哪里 一切大成的经典 都是要把生命的 完整的真相 透露出来 我们现在大成佛法 经常会说 南传佛教 或者上座部佛教 他们是小成佛教 小成佛教呢 它是解脱道佛教 解脱道就是 把我们从生死轮回中 解脱出来 明白了我们 在轮回中到底 什么原因 会受生死轮回之苦 佛教说我们是 受我执烦恼的苦 我执烦恼 所以所有的错 都是我执惹的祸 我们如果没有我执 没有被自我束缚 我们就自在无碍了 所以每个人都内在 有一个强大的自我 围绕这个我 你就会去伤害别人 伤害自己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经常会受到 各种各样的伤害 有时候我们还会 接受别人的伤害 我们不想伤害别人 我们也没有伤害自己 但是别人伤害我了 我就去接受 当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就心里很痛苦 这就是你接受了 别人的伤害 但是真正明白 无我的人 他也不接受别人的伤害 别人要伤害伤害他自己 他要骂骂他自己 尽管他拿着我的名字去骂 但是他还是骂他自己 因为你不接受 那个骂的人照样很痛苦 你还不会痛苦 这是他接受的 是他自己所骂的这种结果 所以我们自己呢 因为有了强大的自我 所以我们在受了很多的苦 那么解脱到 就要回观反照 看自己内心 看到自己没有我了 空掉了 所以叫空性 证悟空性的人 就是明白解脱到的人 所以一般来说 大乘佛法 针对于小乘的解脱到 所以你证悟空性 只是明白空的本性 但是你还不明白 有一个不空的本性 空和不空 两样都要有 那空和不空都要有的 这叫大空性 直明白空的 那叫空性 明白空又明白不空的 那叫大空性 什么是大空性呢 就是你明白内在本体 是空 是无我 是空性 但是你的生命 却可以有无尽的庄严 无尽的妙用 所以庄严国土 利乐友情 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 大乘佛法就是 自己明白了无我 还要生生世世 救度一切众生 成就佛的净土 这就是从空又变成有 这个有 不是我们现在现实当中 你我他时空执着的有 而是破除了我直之后的 产生的妙有 这种妙有非常巧妙 就我们的有啊 这个墙他有障碍 一夜障末不见太伤 你这个墙你穿不过去 只有门你才能过去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他到十方世界来去 一切没有障碍 不管是山窗水域 天上地下 没有一个事物能障碍得了他的 所以他的有 有的很巧妙 我们的有 有的就有障碍 比如说我们这个上课 你看这个教室只能二百多人 那底下三百人 如果我们这个教室没有障碍的话 你会多少人都坐在一起 在极乐世界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没办法 这是娑婆世界 所以大家如果很想在这个现场听课 最好我们都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世界没有这个条件 这条件有限 有限那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世界呢 它的有是有障碍的 大乘的有是没有障碍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有 是无稽之体 清虚之身 所以它的有没有障碍 换句话说 你坐在这里 其他的人也坐在你这个位置上 无数的人都坐在你这个位置上 彼此还没有矛盾 还不会冲突 你现在这个位置你坐了 别人没办法坐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极乐世界的众生 它的身体就像这个光的灯的光一样 你看这个灯 无数掌的灯光照在一起 它不矛盾 它也就照在一起了 但是每一掌灯的光 还都是自己的光 它跟别的光还不会混淆 比如我这掌灯关掉了 它这个光也就没有了 不光了 它照下来 它也不障碍 这极乐世界是这样的身体 我们现在是这个 娑婆世界 这个破身体是这样的 这障碍重重 还有生老病死 还很麻烦 所以大乘菩萨乘 大乘佛法 经典 都以实相为体 什么是实相呢 就实相 无相 无不相 偶尔大师告诉我们说 即现前一念 心只自信 是也 就我们现前当下的这一念心 这一念心性 关键是心性 这个心性是什么 说五人现前一念心性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礼句四照 百戒迁如 既照无量 这个词太专业了 大家可能不一定理解 不在内 不在外 也不在中间 你说它不在 是不是没有呢 不是没有 其实大家如果抬头看这个灯光照到你的身上 这个灯从 这个光从灯那里照出来 照到这个身上 中间的这个空间 你看它到底有还是没有 你说它有 这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你要说它没有 这个灯明明照到地上了 它中间肯定有 有光照下来 你说它有 它又没有 说它没有 它又有 所以它不在内 不在外 也不在中间 你说它不在呢 它又有在 说它在呢 你抓不住 这是空的 现场的这个 这个灯光中间还是这样 佛在阅读明星悟道啊 他看到 这个明星出现了 他就悟到这个道 悟到什么 悟到星星本具 就我们大家的心 跟这个灯的这个光 是一个道理 你的心不想东西的时候 好像 没有东西 什么都没有 你想了 好像就有 其实你想了 比如说你现在想的 妙果寺的大殿 你想到大殿的时候 你的心从这里 跑到大殿去了吗 没有 那大殿跑到你这里来吗 也没有 它既没有跑过来 也没有跑过去 你却想到了大殿 大殿又被你想出来了 你不想它又没有 这个心就很巧妙 所以不在内外中间 那它理据四召 百戒迁如啊 这是天台中的 专业术语 说我们大家有十法界 六道众生 地狱恶鬼畜生 是三恶道 然后天人 阿修罗是三善道 这叫六道 好的有三道 坏的有三道 我们大家就是在 好坏 是非 苦乐 善恶 来来回回地 在这里打滚 所以叫六道轮回 你好也不要 高兴得太早 总有一天你会不好 不好也不要太难过 总有一天还会转上来 它就一直是这样 上上下下的 那么生闻原觉菩萨佛 这世道呢 是解脱出去以后的 圣人 所以四圣六房 叫十法界 这十法界 在我们的心中都有 每个人心中 都有十法界 当然 这个生闻原觉菩萨佛 圣人的法界 虽然有 但是我们大家都没有认识 我们大家不认识自己心中的佛 不认识自己心中的菩萨 罗汉 原觉 我们大家这一内心都有 但是我们不认识 我们只认识到善和恶 善恶大家能认识 其实有很多人傻的 连善恶都不认识 它分不出来 那善恶你不认识 但是苦乐你能认识 受苦了你不愿要的 你知道哎呀 这个不想要 这是苦 然后那个呢 我想要 这是快乐 你看善恶你不认识 快乐和痛苦你能认识 其实善恶是因 苦乐是果 我们果呢 是呈现出来了 你认识 善恶因为它是因 所以你没有追溯到原因上 智慧不够啊 还是不认识 这个十法界 每一个法界都具备十法界 这叫百界 这个十界互聚称以百界 十乘以十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人道 人道我们 我们生起一个人的孽头 这个孽头里面 就具有佛菩萨 乃至地狱恶鬼畜生 大家在生活当中啊 有生过气的 我相信大家 每个人都有生过气的 我也生过气 生气的其实就是地狱 嗔恨 生气就是地狱 所以你不要生气 生气你就错了 生气你就下地狱 是地狱的种子 不满 贪婪 你有贪欲的心 你对生活不满 对环境不满 对别人不满 不满就是恶鬼 不满就是饥饿嘛 肚子没吃饱嘛 饱就是饱满了 你不饱你看 你就饥饿 所以你是恶鬼 愚痴 无知 就是畜生 无知是什么 无知就是 没有快乐 也没有痛苦 也不知道好 也不知道坏 就傻傻的 愣愣的 就像你们现在这样 其实现在你们 还是有觉知的 还不是 现在有觉知的是人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坏 我在讲课 你们都听到了 这不是初生 但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啊 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的时间 你都是傻傻的 就不知道什么好坏 都没感觉 就不知不觉 时间就过了 你看几十年 一眨眼就过了 你也不知道 到底做了多少好事 多少坏事 特别快乐 特别痛苦的时间都很少 大部分都是没快乐 也没痛苦 就这么不知道干什么 时间就浪费掉了 这其实就是畜生的性质 因为生命很宝贵 你把它浪费掉了 这就傻 那这个畜生离我们最近 所以我们心态里面 跟畜生的心态相应的最多 其实特别生气的 特别不满的 也不多的 虽然有 应该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人应该说 正义感最多 正义感就是 是非好坏的心最多 经常听很多人在一起 就是说是非 所以你这人到这里说是非 到那里说 到庙里说是非 为什么说是非 因为你是人 你往上看一点就是是 往下看一点就是非 你做的进步一点 你就是是 你做的退步一点 你就是非 你就做错了 所以你有你的是非 他有他的是非 每个人都有是有非 结果呢 人人被人说 人人说别人 没有一个人在背后 不说人坏话的 也没有一个人背后 没人被人说坏话的 说人之人 被说人之人说 人人被说 何必多说 说来说去 大家都被说坏掉了 所以这个人 他说有是非 有正义感 关键是你有正义感 那就是人 然后呢 你有一种 自以为是的正义感 别人做不到 你还生气 你就是阿修罗 阿修罗 别人做得不够好 你就生气 你自己 生气的理由很充分 这生气本来是坏的 但他理由很充分 他觉得那个人 就是坏人 我对坏人干嘛 还有客气 我对坏人就不应该客气 对坏人不客气的这个 你就是阿修罗 所以阿修罗 他对坏人不客气呢 他是好人 大家知道这个人 有正义感 是好人 阿修罗是有天人的福报 所以他是好人 所以他是好人 有天福 但是他很容易生气 他又没有天德 天人的德恨 他是不生气的 他有天福 没有天德 所以阿修罗就是天上的流氓 那么人间有流氓 天上也有流氓 所以他有这个福报的人 他知道正义感 知道做好人 但是他看不惯做坏人 看不惯坏人 他就要生气 那这种人你看 他本来福是有的得不够 那么天人呢 他是纯粹的善良 就有很多人也是 他做好事就 荡自根源 不问收获 荡行好事 慕问虔诚 就你只管做好事 你高兴去做 做也不无奈做 也不是逼迫自己做 自己高兴就去做 做了就拉倒 不管不忘后事 只管这件事情 做得好还是不好 是好了我就去做 做我就高兴去做 那这就是天人 所以我们大家 这一念心当中 实际上是这六道当中 在几十年的人生里面 这六道我们是 一天到晚在那里轮回的 所以因已经在你的心中 慢慢形成了 你死了以后 你不带六道去哪里呢 你只有去六道 那么六道以上 就圣人的境界了 所以身闻原觉 是二层人 加上菩萨 大乘小乘 也可以叫二层 但是身闻原觉 一般叫二层 菩萨叫大乘 如果我们把大乘 小乘增加起来 也可以叫二层 但这个不专业 专业讲二层 指的是小乘人 那么大小二层 就身闻原觉菩萨 二层小乘人 他是治疗汉 自己解脱就OK了 那么大乘菩萨 他自度还要度人 只有跟你有缘的众生 都度完了 这是成佛 这是世圣 世圣的境界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 起心动念里面 也具备 这个圣人的状态 这是大家平时没有体会 比如佛的状态 佛是什么状态 佛是抉择 就是对事物的觉察 这个觉察的性能 觉察的能力 这就是佛性 比如说我现在在讲 你们在听 我讲我也不知道 在讲什么 我也不需要考虑 在讲什么 你们在听 也不知道要听什么 也没有什么要求 我也不要求 你也不要求 我也不想什么 你也不想什么 没有妄想 没有颠倒 可是我又在讲 你又在听 你不让再听我讲 周围 眼睛看出也清清楚楚 所以再看再听 心里面还可以再想 比如说你想一句阿弥陀佛 你有想出阿弥陀佛的 这样一个能力 我们妄想打得好 打得不好 其实 跟我们的心性没有关系 心性 它是你会打妄想的心性 是平等的 打得不好的 那你做果报就不好 打得好的妄想 你的果报就好 这就好像这个灯一样 绿灯 灯泡是绿的 红灯灯泡是红的 只要电一开过来 电它不管你红灯绿灯 它只要是 有具备灯的条件 它电一开就给你亮 至于是红灯是绿灯 你自己看得棒 所以我们的妄想 是有好有坏的 好的就是绿灯 坏的就是红灯 所以好的我们要多打 坏的你不要打 但是会打妄想的那个 不管打好妄想 还是打坏妄想 会打妄想的那个性能 它是平等的 这就是佛性 这就是佛性 就佛性能够举手投足 起心动念 所以常诗说 佛性在何处 就在六根门头 放大光明 在眼睛能看 在耳朵能听 鼻子能闻 舌头能说话 手能动 脚能动 脑子还能想东西 这个六个功能 每个人都有 我们只知道看到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 能看的是什么 我们只看到这个灯 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 照得亮不亮 你就不知道里面有殿 才是最关键的 我们人这一生 就不知道这个殿 所以这个十相 大称菩萨藏 都是以这个十相为主的 所以这个十界 副具称百界 每一界都具备 相性体力 做因缘果报 本末究竟 这实如是 所以叫百界千如 寂照无量 寂就是空性 就是真如本体 寂静无为 我们大家这颗心 当你妄想我 只都放下的时候 你的心跟虚空一样 这叫寂 就寂静无为 如果你想禅修 想念佛有受用 念到能所酸亡 你内心确实能感受到 非常寂静 跟虚空一样的寂静 不受任何的影响 没有是非 没有人我 这是寂 照是是非人我 来龙去脉 一切事物的因缘果报 又清清楚楚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 种种庄严 乃至华藏世界的 从从无尽 都是照 都是作用 所以正体就是寂 启用就是照 正体体无边际 没有对立 启用呢 用也无量 所以叫做寂照无量 这是阿弥陀经 一切大乘经典的本体 所以一切经典 都是以实相为它的正体 换句话说 我们学净土法门 乃至学其他的任何法门 所有的经典 都是为了阐述 宇宙生命的实相 这就是一切经书的 真正的内行 如果这个经书 不是阐述生命的真相 那就是写说 那就不是佛经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本体 第三是明宗 宗是宗旨 每部经典都有一个宗旨 不同 那我们这个净土班的学习 以什么为宗呢 净土班的学习 就是以净土为宗 所以我们叫净土宗 那么阿弥陀经 是以什么为宗 此经以信愿 持名为修行之宗要 这宗旨就是 是起信 让我们相信西方极乐世界 相信 释迦牟尼佛 言无虚妄 他给我们介绍了净土法门 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 真实不虚 就相信 信 西方极乐世界 那信了以后呢 我们要发愿 发愿往生 发愿以后 我们就要持名 因为你愿意去极乐世界 那你心里就念念不忘的 想到极乐世界去 想到阿弥陀佛那里去 所以我们心里面 就会念阿弥陀佛 所以说 非信 不足以起愿 如果你没有信 你当然就 不可能发愿 求生净土 只有你 真信 佛的话 真实不虚 相信极乐世界 真实不虚 而且呢 净土法门 是最殊胜 最方便 最圆满 最究竟 最直接 最快捷 这样相信了以后 你发愿去 那就实在必然了 所以 非信 不足以起愿 非愿 不足以倒行 你如果没有愿 不想往生 没有愿望 你说让你去 往生极乐世界 我不想去 不想去 你当然就不会 念佛了 所以大家问问自己 你平时 念佛念的多不多 你平时有气无力的 在那里念一点点 当完成功课一样 说明你那个愿 还不是真愿 所以愿要真 这个信愿 非词明 妙行 不足以 满其所愿 而正所信 你没有词明 念佛啊 就不能满足你的愿 也不能引导 你的真修实证 就持明念佛 这个 经中 整部 阿弥陀经里面 先是掩饰 西方极乐世界的 依正专严 一身性 就是它依报 我们要通过 这个五讲 来讲 极乐世界的依报专严 也要讲不到 它的正报 就到极乐世界去 依正专严 就让我们生性 其次呢 释迦牟尼佛 劝我们应当发愿 这佛啊 仿佛的劝我们说 如等众生 皆当发愿 我们都应当发愿 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发愿 那么 密陀经当中 它还 开始我们要 七日持明 以 静灯不退 若一日若二日 乃至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 与诸圣众 既得现前 再接应我们 往生净土 那么他的信呢 偶尔大师给我们 强调 说 这个净土法门 或者阿弥陀经里面 起信 就告诉我们 有六信 信自 信他 信因 信我 信事 信礼 相信自己 一捏 心性 本来跟佛 跟净土 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 往生净土 就是回自己的家 回我们生命的家园 因为我们本来有 跟佛一样的福德智慧 跟极乐世界 一样的清净庄严的净土 但是我们现在 沦落的 连这买点房地产 都要欠债 这很可怜 极乐世界的净土 是不需要花钱的 你一切土都自在 但是我们现在 在这个世界 沦落在外 流浪 生死 苦海 非常可怜 我们应该 回归自己的 神秘家园 所以 信质 本具 这个净土的本性 回归净土 就回归自己的老家 那么也要相信自己 决定 此生 就能往生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相信自己 决定能往生 这个信心的力量 就让你会超越世间的 一切痛苦 尽管我们有生老病死 会有生病的痛苦 会有各种生活当中的 不顺利 但是无论什么不顺利 你只要想到 你是要往生净土 决定能往生的 那么最深是轮回中 最后一次 哪怕千刀万剐 我也认了 因为是最后一次了 他要怎么报 就怎么报 最好全部报完 果报都结束了 我刚刚渐渐到 极乐世界去 直接就花开 见佛勿无声 也不用在莲花包里面 呆了那么十二截 在叶往生 到极乐世界 还要在莲花包里面呆着 我们如果在这里 叶消亡了 这个破除我之了 到极乐世界 直接莲花就开了 那直接清见弥陀 观音四字 那该都好 所以相信自己 决定无疑 相信他 就相信阿弥陀佛 跟释迦牟尼佛 没有骗我们 一定要相信他 信因信果 我现在的 信愿 持名就是因 起心动念 就是因 我现在的因 就跟极乐世界的果相应了 因为我想要到那里去 所以因就是果 果就是因 我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 就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所具有的 无量观 无量寿的果德 融入在我们这因心当中 因行果德 从因感果 果能够印在我们的因的心中 所以叫信因信果 你念佛 心就是佛 念妄想 你心就是凡夫 念称恨 你就是地狱 念善良 你就是天堂 所以你念佛 你的心就是佛 念阿弥陀佛 比这个世界 念所有的经 所有的功德都要大 决定无疑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说 在基督徒中如果不知道 念这句佛号是超越念一切的经咒的功德 神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灭八十亿节生死重罪 一句阿弥陀佛就能消灭这么多的罪 但是我们无量节以来有太多的罪了 所以你念了很多句 好像发现自己叶也没消除掉 那个叶太多了 不是那么下能消除的 你如果这个装心的念 念它七天 或者你念一年你就发现你最深的业就消了很多了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去努力的 信事信礼 那么六性 事相就是念阿弥陀佛 着相修行 不要废事 念礼呢 就是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这个礼上也要通达 那这个六性具足 还有三愿 叫真愿 生愿 切愿 真的愿不是假的 生的愿不是肤浅的 遇到一点事情 心就马上改掉了 就是愿不生 还有切愿呢 不是突突拉拉的 你一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开始 对说谱世界 我们就一刀两断 就切掉了 就切愿 就我现在此刻开始 我的心就交给阿弥陀佛 就要有求往生 别的心我就不要 这叫切愿 这真愿 生愿 切愿 那么行呢 就是一行不乱 所以愿者 愿离说谱 心求极乐 行者 执持名号 一心不乱 就是一行 六性三愿一行 叫信愿行 具足 这是阿弥陀经的宗旨所在 第四呢 是利用 就有什么力量 有什么作用 那么阿弥陀经 是以往生不退为利用 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啊 你都要问 做这个事情有什么用 我们比如说 参常 我参常有什么用 参常是要明心见性的 是要开悟的 你不开悟 你就白参 以参常 以开悟 为它的作用 那聂咒呢 聂咒得到佛菩萨的咒力加持 为用 消业障 比如说文殊菩萨的咒 让你开智慧为用 六支大明咒 可以消除你的灾难 这个要是佛心咒 能够消灾严寿 所以每个咒不一样 那么净土中的 这个阿弥陀经呢 它是以往生不退 往生就往生西方净土 不退是直到成佛不退转 这个用可大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修啊 无论你修了多久 无论你修了多苦啊 如果你我之没有破 你就修到这个二十八层天的最高一层 那里的寿命是八万四千节 八万四千节以后 你心一动又掉下来了 所以修禅定多难呢 你修禅定 你今天定在那里说 哎呀我今天坐了两个小时 全身舒服 太舒服了 我明天还要进去 后天还要进去 你进去禅定的时候 你必须要专注 就好像这个抱着小孩子一样 那小孩子抱在手上 你时时刻要抱着 你不小心掉下去就摔坏了 如鸡抱卵 就好像走钢丝一样 这钢丝左一边又掉下去 右也掉下去 你要保持稳定 所以修禅定难度很大 它上去会下来 那净土法门呢 它是往生就不退 哪里不退呢 说往生有仕途 各论九品 就是仕途啊 极乐世界净土呢 有四个层面 所以在哪里都有等级关系 极乐世界也有等级关系 就它根据你的道德境界分等级 不是你的高低胖瘦 不是你的钱财长相 而是你的生命的境界分等级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 人确实是有境界不同的 境界低的人 他就很愚蠢 做事情看不远 眼光短浅 然后呢 这个自私自利 那境界高的人呢 他看得远 心胸宽阔 自然智慧就高妙一点 所以境界不同 那么极乐世界的仕途呢 它是有方便有余图 这个防圣同居度 方便有余图 实报专与图和长级观见图 长级观见图就是佛的境界 实报专与图是菩萨的境界 然后方便有余图呢 是二层罗汉解脱的境界 而反圣同居图 这是我们大家都有希望的 叫待业往生的人 我们没有了生死 也没有成为圣人 我们愿意往生 由阿弥陀佛的愿力感召 我们都到那里去 到那里去呢 跟圣人在一起 圣人在莲花外面 仿佛在莲花包里面 圣人能看见我们 我们能看见圣人 我们能看见他 这感觉就好像在重症监护室里面 那有个玻璃的门 然后健康的人在外面 你身边的人在里面 健康的人在外面 为你健康 在那里想办法 你能想戳也戳不去 等病好了你就出去了 这个莲花包 它也是包在里面 为什么要把你包在里面 因为你有重症 所以需要监护起来 你要是不给你监护起来 你的病毒 就会被别人给传染了 不是被别人传染了 是传染给别人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你看 仿佛都有病毒的 你到哪里去 你都给人增加麻烦 到哪里去都会有生脑辨识 让别人痛苦 一不小心就把烦恼传播出去 所以极乐世界有好办法 凡是你是坏人 都把你圈在一起 圈在一起 但是它给你治疗 不像我们这个地狱 说不实际的地狱 也是把坏人圈在一起 它不给你治疗 让你受罪 受罪完了以后 你自己出来 出来你不小心又进去 极乐世界是在给你治疗 治疗完了以后 你就不病了 所以往生进度是这个好处 我们看到这个 如果只持名号 为一段见识 就我知没破的人 随其或赏或定 就或赏心涅佛 或定心涅佛 有定境或者没有定境 自于同居土中分三倍九品 就方便这个防圣同居土 防腐里面有三倍九品 就九品往生 如果只持名号 自于事一心不乱 见识都断的人 任运断 就是我只已经破了 这样的人呢 他生到方便有余土 也是有三倍九品 那如果是破了一瓶无名 正得礼仪心不乱的人 他一瓶到四十一瓶 这生到西方极乐 十报专营净土 就是大乘菩萨的这个境界 也分师徒九品 也分这个十报当中的 三倍九品 那么如果呢 能够破除无名断境 究竟成佛 他才是上上十报 也就是究竟的 长济观净土 那就是这个成佛的境界 所以极乐世界 它是仕途 每一图都有九品 四九加起来有三十六品 四九三十六品 那么如果再把它 总结起来 这四图就按九品来分呢 也是可以分的 比如下品 下品的三倍 把它当作是防胜同居土 中品 中品的人 是当着 方便有余土 上品上身呢 当作十报专营土 九品极致 那圆满成佛 是长济观净土 这样分也可以 是根据偶宜大师说 仕途各论九品 各个都有九品 那么 静灯不退呢 有四种境界 哪四种境界 叫做 念不退 行不退 为不退 和必经不退 这个 如果按修行的顺序 应该是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必经不退 因为我们这个 上面写的 这四种 是根据 偶宜大师的 密陀要解 他是一二三四 这么排的 如果按修行 往上走 就出 祝菩萨 他是正得 为不退 就为自先别退 你是圣人 不会退 有凡夫 就为不退 但是他心念还会退 他的这个行为 还会退 所以像出国罗汉 他行为还干出 很多的凡夫的蠢事来 出国罗汉 还是圣人了 他会干坏事 也会干坏事 因为他遇到事情 习气重 改不过来 所以他 位置不会退 行为会退 那等到了这个 登地菩萨以后 他行为不会退了 行为一定不会做错 但他心里面 还会想出 错的事情来 所以念头还会退 等到了八地菩萨 不动地了 他的念头就不会退了 那等到了妙觉结果 他的毕竟不退了 这事不退 是这么分的 那么如果按照 极乐世界的分法呢 就是防圣同居图 就是未不退 方便友谊图 是行不退 时报专严图 是念不退 残疾观金图 是必经不退 是仕途 跟四种不退转 这就是修净图的 这个作用 所以这个作用 我们在这里 也能看得到 就修净图的目的 跟整个佛法 是一个整体 是没有矛盾的 最后一点呢 是教相 教相是什么 就是释迦牟尼佛 这一代实教当中 讲了49年的经典 谈间三百余会 对基师教 有些根基前 有些根基身 所以说来说去呢 有时候我们就开始 发现这佛讲的话 是不是有自相矛盾 比如说金刚经讲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而阿弥陀经讲呢 西方极乐世界的 种种庄严 都是真实不虚 这回说这些相 都是真实不虚的 那边说那个相 都是虚的 那有人就问了 这两步间 放在一起看 这个相到底是虚 还是不虚 我们就觉得有矛盾了 实际上是没有矛盾的 怎么没矛盾呢 就是你吃 这个生肝病的人 哪肝的药给你吃 说这个药是最好的 没有比这个更好了 你吃了病就好了 那个生肺病的人 哪肺药给你吃 说这个是最好的 你吃这个就没错 然后有人就问了 这两种药 到底哪个是最好的 其实两种都是最好的 这是对症就是最好的 佛所说的法就是对症 所以凡夫之作有 金刚经告诉我们是空 而当那个二层人 执着空的时候呢 大乘菩萨说 那油才是专业 所以叫妙油 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所谓大乘法 所以他已经一定是讲油 不讲空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净土法门都讲油 因为他已经放下 娑婆的空 扔掉了我们这个空 然后你发愿往生的时候 你就把娑婆世界就扔掉 所以你的内心 就跟空已经相应了 那空已经相应 如果你只讲空 你就跟小乘相应 但是这是大乘法 必须要找向成佛的 所以呢 他一定要讲油 那有种种专业 所以这是大乘的菩萨藏所舍 所以大乘菩萨藏 这个佛 智者大师啊 判佛陀一代识教为五十八教 这五十呢 就是华言 阿航 方等 波罗 法华涅槃 这五十 阿弥陀经呢 一般来说呢 把它判为 方等典籍 方等典籍就是 回小向大 华言是大乘 讲得太高了 大家听不懂 阿航呢 是小乘 直接跟我们生活相应的 离我们最近 但他是小乘 只求解脱 没有生命的装眼 所以呢 阿航讲完 佛就告诉大家 你既然解脱了 你一定要回小向大 要发愿度众生 这样子 你心空掉了 你还愿意去度众生 这就是方等典籍 就回小向大 阿弥陀经 就是在这个时候 讲的经典 那这就是 所谓大乘的 菩萨藏所设 又是无问自说 这是在佛的 十二分教里面 独特的一份 就是 基本上佛讲法 都要有人齐请 佛才讲的 没有人请 他是不讲的 那阿弥陀经 是没有人能问得出来 因为这些弟子啊 当时都是解脱到的圣人 而佛陀 读读自己 能清楚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愿力 那大家都不会问 这么好的事情 那么 释迦牟尼佛 就把这个好事啊 介绍给 弟子们 这叫无问之说 所以这是 彻底大持之所加持 就彻底啊 就他的慈悲到了极限 就是你不知道 问你不想要的东西 释迦牟尼佛 也掏心掏肺的 从内心中 掏出来给我们 就知道 我们末法时期 尤其是 这个业障深重啊 修行很难得度 很难成就 所以佛经里面说 末法一亿人修行 汉衣得到 唯一念佛得度生死 就是彻底的慈悲 就让我们这么业重 修行修不懂的人 你靠这句佛号 能够往生进途 能够指导成佛 这实在是一件 非常不可思议的大事 所以能令 末法多丈的 友情众生 医师 依靠这个经典呢 静灯不退 直接一步到底 就到成佛不退转 这是 阿弥陀经的 这个主要的内容 五重选义 就到此结束 阿弥陀佛 下面是 请大家一起念佛 先回向 大家先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专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敬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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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